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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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的是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爸是北京琉璃厂的超级粉丝 不会这件东西也是琉璃厂逃来的吧 对啊 这幅山水手卷呢 是我父亲01年的时候 在逛琉璃厂的时候 当时是先看到有很多起工的书法 然后他就买了一幅字 大概2000多一点 后来逛着逛着呢 又看到了这幅手卷 然后看到上面又有起工的字 又有画 然后就花了三万不到一点吧 买了这幅手卷 琉璃厂十年前有很多起工的书法 2000块钱一幅就能买到 2000块钱那幅呢 后来经那个专家鉴定说是假的 后来我父亲呢 就对这幅手卷呢 就有点怀疑 我看真的藏有63% 陆远少先生他的风格呢 是大块留白 按照陆远少先生的话风来说 大块留白不够 我觉得好像有可能是赢品的可能多一点 好 我觉得像留白他说到比较少 但是其实也不少 因为他本身比较窄 而且是一个长卷嘛 那么细节上可以处理到这样 我觉得 仿的话比较难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真迹 好 我从湖南那边旅游过来 我觉得那些地摊上边卖的 很多都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争计 还是拼专家的 陆远少是非常有名的画家了 也可以说是当代十大名家之一 你爸是根据起功的字买这张画的 是不是 当然了 他买起功的字买错了 那么这个卷子上的起功的字 是不是也是假的 我觉得这个陆远少先生的字呢 是1990年写的 从字的风格来看 这个字一望之是真的 是陆远少先生的字 没错 这个字对了以后 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证了 他就说这是陆远少先生早税 就早年画的一件三岁作品 那么陆远少呢 他自己也提了一个年款 这个年款上下来是1947年 那么现在来看这张画呢 就是比较传统的 比如他画的流水 这些流水都是比较云的线条 但是比较流动的 他这个云呢 他就有粗细的变化 这张画呢 这个画的呢 应该说是写生 他就是画的是这个 比较真实的锦字 所以这点东西应该说是 陆远少早年非常难的 他见到的一件作品 我记得这些画的很精彩的东西 你绝对是真的 按陆远少的价格来看 现在一平方吃 我想不会低三四十万 这个边呢是窄 但是很长啊 好几米长 四五米吧 四五平方米的话 一米按四十万算 好 恭喜你 谢谢 来继续寻宝 来看下一件作品 这是我妹夫家祖传的 是出自南宋 是个六斤的 什么菩萨 这个我也不同 它还有 大约有十尊的 你是不是拿错了一件 这是藏传佛教的 一件佛像 那么从他的这个造型 跟您所说的这个南宋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上面溜的精 都是现代的化学精 它的制作 身上还有现代的 机械加工打磨 留下的这种痕迹 像这种地方 它还有大名宣德年制 就跟您所说的这个南宋 就更不靠谱 是不是 也不对 所以这件东西 就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 国家 好吧 吴主敬先生 这个吴先生很自信啊 他这件藏品 他认为从他收藏到现在 这件藏品已经增值了多少倍 大家猜猜 一百倍 给大家讲讲 我这个龟的话 我从香港那个古董商买回来 哪一年的事 05年 我5万块钱买过来 当时上海5万块钱的话 我可以首付一个房子了 当时上海 现代房子 在西郊公园那里 已经靠近500万了 当时我这个龟 还是5万块钱 当时资金也很紧张 直接来买了 后来通过人家了解以后啊 这个龟的话呢 听说在我们龙泉 明代的法治的 南宋的青池 因为我心里没有底啊 请尊家 那把我鉴定一下 似何感想 没关系 并不是说 他今天得的票数是40% 那我们就怀疑 这个藏品就是一个赢饼 其实吴子敬先生 在龙泉这个地面上 他绝对可以是一个权威 吴先生在龙泉收藏店很有名 是吗 没有 我做香菇的 不不不 他的主业是做香菇 但是应该说他的副业的成就 盖过于他的做香菇的主业 那么我听到那个 那你这夸他还是批评他的 应该说是夸吧 那么我觉得这个藏品的造型上来看 应该说是滴滴道道的龙泉货 那那个乌龟的尾巴是直的 它是弯的 像牛的尾巴打架 它都是夹起来 那乌龟的尾巴应该是直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他头翘了 尾巴再翘就不像乌龟了 我们龙泉窑的烧造历史最久 宋元明清 一直发展下来 那么到了清代以后 基本上衰落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 都有龙泉窑的藏品 那么这件东西呢 我们看 它是龙泉窑的藏品 什么年代呢 这件东西呢 虽然下面有款 它写的是大宋天圣年造 这个款呢 是一个委托款 不是宋代的 当然这个气形也是非常特殊的 这也是龙生九子的当中的一个 龙龟 这种非常好 但是呢 这个 幼色和幼枝 这个气形 这是 民国时期的 最优秀的工匠做的 有没有可能像西郊后面 那个房子也那么贵啊 对啊 你五万块钱买的 非常便宜啊 现在这么好稀有的 也能翻十倍了 好 谢谢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团队 原来是一块石头 买过来的 买过来拿到广东那边就把它雕出来的 多少钱 朵石朵来的 朵石 朵来是三万块钱 三万 雕工去了一万二 四万二 四万二 这件东西呢 的确是云南的黄龙玉 这个黄龙玉啊 玲珑贴透 这个莲黄带洞 这件东西做的呢 也比较好 是带有一些 我们南方 尤其是上海地区 做工的 四女造型 所以 他这个四女啊 做的比较 木登 瓜子脸 这个鱼啊 尽管历史不长 但是呢 也可收场 因为你四万多 价格也不算低 但是 不亏 谢谢 好 我们通过大屏幕 可以看见 热闹海选现场的画面 棒子呢 是王帝用的 我要留给我孙子用 他来求我 二十万块钱 我两百万都不买 走 那妹妹大概一百万块钱 讲了 这个是 绝对是真的 如果是假的话 如果东洋这个老板 二十万块钱 蒋先生 大家应该很熟悉 在海选现场 也就是这样 拿着这个龙头拐杖 对 清队的 这个东西的话 是僵尸的 我们二十年前的话 煮香菇 五斤香菇 把它买来的 我们在农村 到山上去搞香菇 到农村里面去看 这个老头这里 这个东西的话 我叫他给我 他讲主意 他为什么对您的香菇 这么感情 他喜欢吃啊 你儿子大了 喜欢吃啊 七八十四 喜欢吃啊 对不对 这个龙头拐杖 你为什么一眼就相中他了 我喜欢这个东西啊 有钱好 我这个都是假好啊 肯定这个好啊 看到这个专家的话 不要讲这个东西工艺品 我就是给他 你这样摸一下 我都很值得啊 他是高这个 捲位到农村来 这农村的名字很高兴的了 我告诉你了 对不对 人家讲这个棒子呢 是王帝穿的 是王帝 皇帝用的 皇帝用 我就是宝贝 你这带上填写的 这一支龙头拐杖 曾经是国民党的一位将军用过 对 李开金的 叫李列军 李列军的 我还是你清楚 你得他吃过饭了 对我跟他吃过饭 我没有吃过饭 支持他的将近百分之七十的藏友 龙头拐杖啊 了不得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先从这个拐杖本身来讲 它不是那种纯的黄铜 或者说是云白铜 它是一种杂铜 我们称之为电解铜 暗淡无光 手头很纯 它这种纯是死纯的纯 我颠一下 这根拐杖应该五斤不止 但是有一点我想是肯定的 你五斤香菇换五斤啊 也不会吃亏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事情 另外呢 您这个东西啊 它全部都可以卸下来 它的这种螺纹工艺啊 就是现代的机械金刚 金加工的工艺 您所说的 它这个上面有一个名章 叫李列军 他是国民党最早期的党员之一 光拜国民党的陆军二级上将 1946年的时候呢 应病去世了 所以年纪大了 拿这么重的一根东西 不但没有给它有支撑 反而让它有一种负担了 对 对 对 所以您这个拐杖呢 还是进行年来做了一个工艺品 来回家用你的话说说 给生指环吧 这个石头是这样 老公们对那个收藏特别喜欢啊 后来有三角债 欠了个百八十万的 他也没钱给我们 后来就说有一块石头挺好的 他说把这个笔给你算了 后来我们就请了一个陈大师给我们雕刻 比过来是百八十万的 然后又请雕工雕了几年呢 给三百万吧 那么我们看了 这块石头是福建寿山的芙蓉石 那么这是新坑的芙蓉 我们称之为半山芙蓉 所谓芙蓉呢 它颜色很多 这种我们称之为叫白芙蓉 旁边带点花的 那是花芙蓉 或者带点红的 我们是醉芙蓉 你这块应该是所以芙蓉白 白露宁治 飞燕之济玉环自腹 就是像美女的继腹 好的石头还有好的雕工 很明显的是我们浙江地区的雕刻 现代的雕刻是吸收了福建雕刻的 那种带有文人气 诗情画意的东西纳入到里面 那么雕的是什么呢 陶灵探陶 它来源于陶元明的桃花元祭 所以这件东西啊 材质 雕工 品项 应该是不错的 所以按照这样的东西 你的成本 那应该是不值 一位艺术家带来了两件 用全副家袋 换来的葬成佛像 我用一个大盘子那个大楼 六百多万花来 它真的是西式珍宝吗 百分之九是应该是西的 这款是假的嘛 就是你演货就是新的嘛 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所以看到我五百多万 它会带来惊喜吗 精彩即将呈现 哇 今天是修长二十多年了 对 修长二十多年 喜欢长 也喜欢换 喜欢换 我就是换东西换来的 我是个摄影家 它这个呢 最大特点呢 它有个男的呢 就是说呢 这个莲花生相的大肚子 你的是小肚子 那个古宫博物院 有我一个一样的莲花生相 它没有 天杖没有 我有天杖比它还要好 就是这个天杖 就是这个东西 叫天杖 如果说东西是对的 我把它捐献国家博物馆 受家民一败 什么房子啊 那身外居住都不在意 那些居住不在意 我也是搞艺术的 我是搞摄影的 我是也是摄影家 搞艺术的人容易冲动的 冲动我 冲动就因为是冲动 我就是用房子 把它就换回在家 冲动是魔鬼啊 冲动我用的用的 也不知道合算不合算的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就是把它拿回来了 为什么男的肚子是大的 女的肚子是小的 那个这个是服 服卷里面的关系 这个是 但是我就看不懂 那个东西很奇怪 又花又绿的 他就是这位大伯 为了收藏这两件产品 然后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如果是真的话 他就会把它献给国家博物馆嘛 我也为他的爱国之心 大家来点掌声吧 谢谢 谢谢大家 房子还有吗 没有 没有 我自己现在 我自己现在住四世的 这两尊菩萨 应该讲 从他们的这个装束造型上来看 确实 一个是金刚煞朵 一个是莲花生大师的造像 如果 这样的造像 如你所说 是清中期的东西 既有极高的收藏价 可惜 它上面 相满了 绿松石 红珊 我们都知道 这个绿松石 红珊 它都是一种天然的物质 然后它绿松石 从矿里面勘采出来以后 它所形成的这种松石的颜色是有变化的 那么这个红珊 也一样 那么我们来看 像在这两尊佛像身上的这个珊瑚 它们的颜色 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说明镶嵌在它身上的珊瑚和绿松石 是人造 上面还留着现代机器打磨的那种痕迹 它的这个脸上 涂的这个金色 也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黄金 而是现代的一种化学金 所以说 这是现代的一个活教工艺 去年 北京有一家拍卖公司 在小拍上上过两尊类似的佛像 当时它的起拍价才两千块钱 谢谢 没事吧 没事 放错了 那我的灭亡实现不了了 就是说 只能是这样放在家里 自己天天的东西 谢谢 这是2008年从昌华买的 买了大概六七万了 这块的确是昌华鸡鸡里面的上上品种 最好的品种 首先是它的这个鞋 这个鞋正是鲜红月跌 那么它是鲜 火 后 鸣 这个几个条件都有 而且它血量大 正范都有 一般的昌华鸡血石都有正背 尤其是背面 它这个底色呢 带钉 印料 你这个两边都是软的 都很少见 底色呢也是软底 软洞 花洞 花洞的底 我认为光是这个 十几万是没问题的 如果再加一些雕刻的东西啊 加一些古异的诗文进去呢 那么它会更加 谢谢 好 来 我们继续推荐下一件宝贝 好 就是它 龙泉宝剑 掌声有请这位常有 哇 好 谢谢 柳丹 对 今天带来的这把 龙泉宝剑的与众不同之处 它是一把青铜雕龙泉剑 它是我四五年前从好朋友的老公那边买过来的 它是在山西老家的乡下买来的 后来2006年的时候 我好朋友他要去韩国留学 他老公非常好 要帮他凑足那个留学的学费 所以他就转手卖给我了 我当时买过来是两万多 那个杨威主人讲 他那个年份差不多可以放到水清单 但是为什么反对的人反而高一些呢 说明大家都很懂这个我们这个龙泉七青宝剑吗 它一把质地好的宝剑 它是有重量的 更何况这是拇指剑 而且那拇指剑我感觉应该拇指剑 应该应该一大一个小的 怎么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我也 你儿子长大了 所以我觉得 还有一个原因 就绿色的那个壳好像很鲜艳 如果一把清代的宝剑如果能流传到现在的话 还真的新的话 有点怀疑 这个是老剑 因为老剑是从钉过去的 现在新的剑呢是刻上去的 那个装饰 那个壳 都是老的 各位专家老师 美玉生盘时宝剑出龙渊 龙泉原名龙渊 因剑得名 两千多年前 著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祝剑大师欧爷子 在此为楚王筑成了龙渊公布泰阿三把宝剑 唐高宗时未必他礼渊的这个会改名为龙泉 从此龙泉宝剑名扬天下 那么这种双刀的这个牙子剑 在龙泉剑当中是比较罕见的 它是以绿鲨鱼皮为俏 牙之剑壳 我们都知道牙之是龙的第二个儿子 娶他很勇好斗 成语当中有句话叫牙之必报 意思就是它是一切邪魔恶鬼的克星 这对双剑 剑身上各克有一条翅笼 上面北斗七星 排列有志 绰铜溜金 工艺十分精湛 剑身上引剑折叠断打的流水花纹 夹缸复合制作精粮 这种工艺是典型的清代乾隆时期的工艺 这把剑应该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把龙泉商剑 恭喜你收到了一把好剑 谢谢 唯一的遗憾呢 就是这个绿鲨鱼皮翘 可能不是原章的 它现在的这个价值 在你的那个当初买的这个价格后面 要加一个零 谢谢 谢谢大家 二十几年前去那福建出差 当时花了八千八百块钱 什么年代的知道吗 是那个乾隆的 乾隆的 对对对 这叫什么用啊 这是蓝腰红 蓝腰红 对对对 这乾隆的蓝腰红也不简单了 这两个我们称为撇口红柚大瓶 下面呢 有四字的楷书青花款乾隆款 这种造型的瓶子 我们在清早期没有看到过 那么这种红柚呢 我们称为叫仿君的一种红柚 这种红柚呢 流行在清代中晚期 这种呢 大的瓶子 在晚清制作量比较大 有的都批发出去了 批发给外国人 外国人拿去做什么呢 大部分做台灯 不是乾隆的 也不是狼腰红 是晚清的 那这个值多少钱 四五万吧 这件产品呢 是三年前我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吧 在一次那个慈善的拍卖会上 看见的 一开始是150万 然后跟家里人商量之后呢 家里人也同意给我 家里就给你汇了150万 对啊 拍卖会当天 价格就抬上去 抬到180万了 因为还 剩下不是30万吗 那个就是我学费 然后你就没学了 没学了 然后我就带着他回来了呀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 他是中国的 我想他回国了 带着他回来 可是花了很大的代价 因为他这红珊瑚的话 他非常的脆 很容易断 我只能把我行李给忍了 我就抱着他回来了 你不觉得我很爱国吗 可以什么 你家里人支持你这样做 停了学业当然不支持呀 被骂了呀 然后呢 骂就骂了呗 我把美情见呗 不管这产品是真是假 但是慈善无价 还有爱心无价 还有刚才他说的爱国之体 也无价 景泰兰是倒带的东西 珊瑚呢 有点疑问 但是他这个价格呢 太高了 感觉这个色彩跟那个 真的好像还是相差一点 应该不是一件真品 我想说这个珊瑚真的很美丽 而且他的盆也很美丽 更重要的是这个姐姐更美丽 谢谢 你获得了目前为止 本场最高的支持率80% 谢谢大家 谢谢 他还有一特异功能 你想知道吗 他可以接国 不会 你听过场景录叫吗 没有吧 没有 他会 你给我们示范一下 开始 好了 表演完毕 你觉得我上场景录是吗 没有 他这个一个盆景啊 看起来像个虚宝盆 首先这个造型呢 就非常的惹人喜爱 这个红色呢 亮丽 喜庆 我们称之为叫蜡猪虹 是千百年来 是我中华民族所使爱的 古红珊瑚 在汉代 已经受人追捕 它是道教八宝里边的一个 它的质地是石灰石的 所以红珊瑚放在牙齿上撞减 有哒哒哒的 类似上下牙齿撞减的声音一样 而且呢 它里边有注冻 所以这些看来 它是一个真品 以下这个景泰兰 掐丝法兰的 一个零花口的一个花盆 这个花盆 做工也精致 非常细腻 字面 再加周边的六斤亮丽 所以下边的这个花盆 应该是清代中心 那个华人呢 也都喜欢这种红珊瑚 为什么 他们称它为叫发财树 你这个传奇的 这个一个来历啊 很动人 但是这件东西 给人的印象也动人 谢谢专家老师 所以您这个价钱 目前来说 应该说是不亏的 市场走向的 应该说会往上走的 所以好人又好报 一方小小印章时 藏友竟然花费百万元 他到底选用的是什么材质 曾被用来做台灯的浮屏 真的是乾隆归摇器吗 精彩即将呈现 自画画的话呢 是一个朋友转烂的 我比较喜欢自画 那么特别是这个 潘伟炳先生的话呢 他是清末明初的龙卷级人士 他的自画的话呢 在巴南马万国布兰会上得过您讲 今天带他来的话呢 主要请大家看看 是不是他的生计 他画的那个花鸟鱼虫 是画的最好的 那么在外国布兰会得到奖的那件东西呢 叫木屋小巷 得的不是赢奖 是第三名 那么现在从这张画来看的话 这个他画的题材本身就是乾鸟 画的很真实 从画风来看呢 他是接工带写的 老印是比较公正的 当然也是用的是水墨了 从地方名家的水平来看呢 画的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 是很难得的 你们当地的龙泉的 这个名家的一些作品 你多少钱收的 六千块钱 那现在可能要涨 能涨的几万块钱 好 谢谢 这些龙袍 是从那个北欧一个国家买的 花了差不多一万欧元左右 一万欧元左右 那也得十万 这件东西呢应该年份是有的 晚清 最晚也不会超过明天 是戏袍吗 应该说还是戏袍 但这个戏袍呢 是这样 晚清的时候 宫廷里也唱戏 所以你这件东西 所以你这件东西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包括上面的纽扣 朱铜六金 包括上面龙上的金线和它的绣宫 风格应该像宫廷的东西 但是和真正的龙袍相比 那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东西是清代晚期的 所以保存到现在 炉子完美 你这个价格也要的 寻宝走进龙泉 我们继续寻找 这个是清田的风门清灯光洞 2010年时候在清田四条市场购买 买了98 98万 98万 这个呢 的确是清田风门的灯光洞 这个颜色的纯净 像刚刚炒熟了的白果的肉 毫无杂质 毫无瑕疵 那么这个灯光洞 有历史的 就是说 在明代中叶 文征明的长子叫文鹏 买了这个一块印章 回去聚了客 所以开创了印章 钻客流牌的先河 我们的灯光洞 灯光一打 通测明亮 那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这个印章 这地细腻 品相好 这个书画印章 再好不过 所以加上的上面的牛啊 应该是非常好的完美的 所以你这个东西花了九十八万 还是值 还是争执潜力很大 好 谢谢大家 好 来 我们继续推荐下一件宝贝 下面老师好 武广瓶 我先把这袋子先放下来 大美经历的武广瓶 哪个年代的 应该属于五代时期的武广瓶 对 是你的产品吗 是 是我爸爸的 应该说 这件产品呢 是前几年的时候 我爸爸到杭州 从一个老画家的手中拿过来的 因为当时老画家 要随他的子女出国 所以他就又想把这件器物留下来 当时呢 很好玩 有一个日本人 也抗中了这件器物 很想购买 并出一百多万元 当时估计是老画家 没有卖给他 然后也还是一个 很机缘巧合的机会吧 然后我的爸爸是通过朋友 认识这个老画家 不到一百万的价格 把它买下来了 像这种武广瓶呢 在当时寓意着五股纷登 而且这个器型非常的饱满 是资深的美女 好 来 给美女投一票 像这般是机车常有 给美女投一票 我觉得这个产品 右水觉得不对 太亮了 因为五代的这个东西 应该不会这种光 这种就叫宅光 我认为这件东西 应该是真的 首先它那个造型 非常的优美 而且它那个右色 非常的浑厚 而且明亮 我估计这个东西 应该是价值不菲的 这是一个武广瓶 武广瓶呢 流行在五代和北宋早期 那么这个右色呢 我们看 我们称的叫天青柚 天青柚 底面的支垫的烧灶方法看 它应该是龙泉窑的 这个武广瓶的气形 和一般所建造的尺寸大 也是目前来建造 最大尺寸的武广瓶 而且上面有雕塑 还有莲花瓣 这个莲花瓣腹部 是腹莲 往下的腹莲 最底下呢 是仰莲 两层莲瓣 所以这个就是仰腹莲 这个呢 和当时的佛教圣形有关系 哦 莲花 这些东西呢 右色天青 有刻滑滑 这个油子非常的均匀 颜色也非常的纯正 而且幼稚一直到底 到圈族这个地方 我们看 有自然的细小的开片 这个开片呢 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好 东西是真的 而且是一个精品 谢谢 谢谢 这是一个五代龙船窑的一个精品 谢谢各位专家 价值不菲 好的 谢谢各位专家 继续选择下一件藏品 好 又是一件漂亮的资金 周立德先生 潜龙粉彩花瓶 我2009年到福建 乡下一个老龙手上买的 花了2800块钱 当时我认识是赢品 当时回来一查 后底部 我把它挖进去 一看 是个乾隆年字 是个老龙船在新墨 把它盖住 所以我一挖进去以后 看到是个官养 没错 你买的时候 当时是给盖住的吗 盖住的 没看到 我觉得这件东西 还是挺古的 它的画工画得挺不错 古彩的装饰嘛 像乾隆年代的东西 上次景德镇那边 很多有个掌销会 拿到我们龙泉来 300块钱一个 就好大个了 而且那个工艺也非常的漂亮 肯定是这样 刀马人这种画风呢 在光绪年间是很流行的 我把它判断 应该是在光绪年间的 价值应该是远远超过 它当初购买的这个价格 你这个瓶子 这个样式 在清代里面 还没有见过这么高的 另外下面有款 是红彩乾隆年制 凯书的 乾隆时期的 这种四字凯书款 极少 一般都是 官窑都是 赚书六字 三行的 这种凯书款呢 不是乾隆时流行的 应该是个寄托款 还可以付来的 光绪时期 这画的是坟财 高马人物 大部分是三国演绎的故事 长板坡 东西们 还是老的 光绪时期的 但是呢 你残破了 有改造 同时下面还有个洞 这个洞是有意识做的 打个洞 穿一条线 这再做一个 台灯 台灯 所以价值就不高了 所以你这个两千八 我觉得都贵了 又巨头了 摆在家里可以欣赏 好 好 谢谢 谢谢 打算把它做台灯吗 不做台灯 收拆 还是放在家里 对 是一只宝物 那您干嘛不加个座 弄个台灯 还有实用功能呢 那就做台灯吧 两千多的台灯贵吗 不贵 不贵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这种造像是五年以前 从南方一个城市的古玩店里淘汰 它开价当时二十万 后来是不到十万就进 不到十万 什么年份的 我感觉它是明目清出的 这间罗汉呢 它是属于五百罗汉当中的一件 它的这个工艺 你看它制作是非常的精美 大眼 高皮 虚发卷去 它采用的工艺 是福建传统的线调工艺 用利粉勾勒出 刨子上面的这个线条 刻花 历经三四百年 能完整地保存到今天 非常的不容易 这确实是一件明目清出的福建龙眼木雕的一个宝珠罗汉 品项又非常的完好 恭喜你 说了一件非常好的东西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专家 目前它的市场价位大致在 现在这类的东西在市场上 应该在三十万到五十万 谢谢 爸爸的奶奶搓架 是我爸爸奶奶的胃脯给她的台价 可以说很古养 对对对 没有记错吧 没有记错 这个是什么材料你们知道吧 那个银 纯银的 纯银的 那么也就说一百多年银 流到现在 那么这个银也都要氧化呀 是吧 不会的 银不会氧化 氧化反正它这个放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嘛 因为银沿着时间的推移啊 慢慢的发黑发暗 那么这个呢 正量 手感很轻 如果说两个龙头这里好用的银的话 这个分量应该重得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合金的 不是银的 它这个 这颗珠 蓝的 不是蓝宝石 是蓝玻璃 龙头的造型也不够清代的龙的造型 那现在呼龙灯的那个龙头的造型 就是这种样子 所以完全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工艺品 年份不远 不会像你讲的这么久 我前几年 在那一个大厂里面花了两千块钱 你认为是什么年份的 原木明初的吧 原木明初的 这个刻花的 还有印龙纹的 莲花口的 折扬大盘 这种器型呢 是当时在明代早期和原木流行的 这边呢 明显的有个支垫的烧的一个痕迹 外面还有连半纹 特别是这个刻花 刻得很随意 很流畅 同时呢 有暗印的一个龙纹 这个龙纹呢 就是明代史典型的 笔目于眼的龙纹 这东西呢 我们认为应该是明代早期的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个很难得见到的东西 在国外的拍卖的带龙纹的就几百万 你这个呢 也都在八十万左右 谢谢 谢谢 祝福世界入围的藏品 我们再次认识一下 一号藏友吴春燕带来的 五代龙泉窑 吴管平 二号藏友吴续炭带来的 八面汉剑 三号藏友 玉衣带来的 新中西红山湖盆景 四号藏友楼惠带来的 陆言少浅峰山水卷 我们首先掌声有请 邱小军老师 点评一号藏品 五代的龙泉窑 正处在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转变和创新的时期 它吸收了月窑的 优秀的传统 右面非常的盈润 这个气形的硕大 是我们目前所见到 吴管平内的最大的尺寸 它是一件 我们五代龙泉窑 极其汉贱的一件精品 我推荐的是这把 被我们龙泉当代欧野子 复原的千年神兵 八面汉剑 这把八面汉剑 用几十把 曾经的古汉剑条 重新打字 让我们见证了 千年前一段辉煌的历史 杨此剑 奉我中华雄旗 我推荐清代中期 红珊瑚 盆景 这个红珊瑚呢 颜色艳丽 可以说是我们国家 红珊瑚里边的最好的颜色 这个盆是清代中期的 掐丝法郎 它的法郎之厚 密度高 这一斤 上边的六斤 也是金光缠缠 一定是错于宫廷制作 我们知道路线上是这个当代十大的名家之一 那么这个卷子呢 是他早年的一件东西 1947年画的 那么还没有形成他的多的画风 但是他画的那个相当精彩的那种写实的山水 可以看出他的传承 同时呢 又运用了他后来画水 画云的独特的画法 所以是对我们研究了解路线上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东西 我支持三号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产自台湾海峡的 所以他的回归意味着台湾回归也不远了 我支持的是四号 画的气势 非常雄壮 像我们中国一样 我希望咱们的中国也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强壮 我支持一号 这是最好的 龙泉最棒的东西 清晨诸多宝剑之班 我们在座的龙泉人 当然喜欢我们的龙泉宝剑 大家说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立体龙泉宝剑 这件产品哪一件 在您心目中 是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民间藏品 请投票 祝贺一号藏品 五代龙泉摇吴管平 成为我们龙泉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藏品 这是一件 玉满世界的龙泉清晨的代表桌 它的气形素大 高雅 端端 优美 绝能 也是龙泉清晨 走向世界的建政 具有极高的 历史文化价值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寻宝 记住我们这个节目为全国常有搭建一个 平等交流 共同分享的舞台 下期节目再见 热闹 热闹非常的海旋场面 呼售嘀嘀嘀嘀的藏品绅士 疑云重重的变美过程 期待简陋的藏友家 一起释怀他们的心路历程 寻宝将于龙泉正月出发到十五十八点 向全国观众作建节日大餐 联系播出寻宝 走进全国八个城市的精彩内容 进行收